大家好,我是阿鵬 看完天竺树车车觉得很有趣 想和大家分享天竺树车车的拍摄手法 Stop Motion即是定格动画是怎样拍摄的 首先导演是在不同场景拍很多照片 拼在一起,接着一次播放就变成一个动画 首先要做什么呢?有很多器材定位和灯光效果打出来 如果在家里能不能做到,可以做到的 有个Apps可以做到的 放假的时候可以和家里的小朋友一起玩也可以 事须有手机,安装Apps,故事,动画的主角和背景 就可以玩得了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讲解如何拍摄 我准备了主角Donkey 接着还有一部电话 电话我有脚架,脚架必须固定得非常好 因为如果动了一点,它会变成歪了 画面会很震动的 有个Hand Free会比较好 Hand Free的作用就是帮你拍照 按一下它就帮你拍 以免你按的时候撞到手机 而震动了画面 首先要安装这个Apps 这个叫Stop Motion的Apps 我先安装了 很简单的,其实也没什么特别 只要开一个新的New Movie 它就可以开始拍摄 其实这个Apps 它就可以有付费版和不付费版 免费版都可以外出影片出来 就是高清的 如果你说要去到4K 就要付费版 它都是$38港元 而且你加音乐都是要付费的 它基本上就是摆好位置 即是你的公仔 摆好位置 接着用这个东西按一按 Hand Free按一按 它就拍一张 接着你再动一动少少 接着再按一按 它就拍第二张 拍完十张之后 就可以再拍摄 你可能看完之后 你可以拍摄 有没有歪到呢 如果歪了 接着你可以删除 达至到自己最好的位置 删除了它 接着你再拍摄 接着再动少少 我现在连续拍几张 你会看到我拍摄的时候 然后它就在动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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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啊 其实都ok的很简单的 那其实还有其他的setting的就可以看看setting的就是这个 像素啦,多少K,还有格数的 格数这里呢 一秒里面可以放到30格的 即是流畅度的问题 那如果五格其实都ok的了 那如果你有懒的那你就可以其实可以10格或者15格去play 那这个都不是大的问题 亦都可以tune式加音乐 这个apps都可以做到所有东西 现在我们开始制作了 制作的过程最重要是配合一个故事 所以我现在要想故事了 稍后看影片 有一样东西要提提大家 除了主角要动之外 周围的环境物件有需要都可以作出移动 这样的效果就会更加逼真了 开一条影片之后 看看不要问题了 接着就可以储存它了 出去储存 是 刚刚看完这条片是否觉得很简单呢? 是否觉得你自己都做到呢? 没错,你是真的可以做到的 接下来星期六日放假的时候 和家里的小朋友拿完所有玩具出来 玩一个stop motion定格动画啦 期待你的影片 如果你做好之后 在下留言分享你的影片给我看一下 不说太多了,有什么分享呢? 下次再见,拜拜! 喜欢就赞好分享给朋友看 订阅后按钟仔,下次抢先第一批题 记得follow我们的IG仔 like我们的Facebook Page有东西看 在下面留言和我们聊聊天 下次见,拜拜!